個人意見節目 自由風 自由風 現在播出 歡迎聽眾打電話來發表意見 12月25日聖誕日午5時10分 香港電台第一台 自由風 自由風 今天相對比較溫暖 現在溫度攝氏19度 相對濕度77% 先看看今天的疫情 今天香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在55宗本地個案中 有25宗源頭不明 30宗與其他個案相關 此外 初步陽性個案大約有50宗 另一棟大廈被當局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這是觀塘花園大廈玉蓮台第二座 因為多了一宗確診個案 累計涉及4個單位 總共8個人 所以要發出強制檢測公告 今天聖誕日 不過看新聞報導 昨天似乎在尖東海旁等地區 都相當多人 亦有不少人脫下口罩來拍照 究竟大家這幾天聖誕節有甚麼觀察 大家的防疫意識有否因為假日 而有些觀察是放鬆了或覺得輕鬆 電話號碼172311 有甚麼觀察 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 今天港大袁國勇教授和團隊 在《明報》寫了一篇相當長的文章 《明報》指出 清零或持續清零的關鍵 就是在於邊境防控和社區的倒截 但邊境控制難以滴水不漏 而社區內的防控倒截也有困難 因為無症狀的感染者能在社區播毒 就算有些有病徵的求診者願意做檢測 亦可能會因為採養欠佳或測試本身的限制 而出現假陰性 因此文章認為開展全民疫苗接種計劃是刻不容緩 而這個接種計劃亦必須迅速、廣泛、公開、自由選擇為目標 所有資訊都要透明公開以獲取公眾信心 根據文章比較 科興的技術採用滅活疫苗技術 這種技術歷史悠久 臨床保護亦有往跡可沉 而阿斯利康和牛津的疫苗是用滅病毒載體技術 這種技術曾經用過在研發伊波拉的疫苗 而Biontech的技術是MRNA 是一個全新的技術 不過文章亦強調 現在沒有研究 是同時比較三種疫苗 而各個疫苗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方法也有意 所以難以直接比較各個疫苗有發免疫力的效果 但三種疫苗的臨床保護效力 都是高於世衛最低要求的50% 但文章亦有一些比較 其中是復興醫藥和Biontech的疫苗 臨床保護效力較佳 有95% 亦相對較安全 有14.2%的人注射後有發燒 而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學研發的疫苗 其最佳的劑量仍然未清楚 而根據數據 初步第一針注射較低劑量的保護力有90% 但打完正常劑量只有70% 18%的人注射後有發燒 而科興第三期臨床研究結果 還未在正式國際醫學期刊刊登 但根據第二期臨床數據 注射後有3.3%的人發燒 是3種之中最少的 而根據文章指出 根據現有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 科興第一、二期的研究數據 在眾多疫苗之中 似乎是最安全的 副作用亦是最少 搶者和長期病患者都能接受注射 不過他也強調 第三期臨床研究結果仍然要待 正式發表要有同行評審的國際醫學期刊刊登數據 再分析臨床保護效力和安全數據 才可以正式決定使用 而Biontech的臨床保護效果 亦是比較好的 亦是相對安全的 所以說現在預先採購的三款疫苗之中 Biontech和科興應該是兩款先行採用的疫苗 那些文章都很仔細分析了幾款疫苗的現在的一些比較 對於我們往後的疫苗接種計劃有什麼啟示 電話號碼17231 稍後和大家聊聊 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 自由風 電話號碼17231 電話旁邊馬上請來就是文章的作者之一 就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講座教授袁國勇 袁國勇 你好 你好 想請教一下 就是你們的文章指出Biontech和科興的兩款疫苗 應該是要先行採用的疫苗 但是現在科興還沒有第三期的臨床數據 有數據之後也要經過一些同行評審和一連串的過程 其實你們預計這種疫苗 什麼時候才會有機會供應到來香港 那我都未清楚 這個是政府和那兩家公司之間的協議 但是我相信現在這樣看 可能這兩劑疫苗來到香港的時間可能差不多 那這個是最好的情況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看 這個所謂Biontech 德國和復星醫藥 這隻所謂叫做核酸疫苗 它是需要很低溫去儲藏 換句話說病人就不可以很容易在私家醫生打到 而是一定要去政府那些專門做這個疫苗注射中心 或者是大醫院裡面有這些冷藏設備的 然後你才可以做到 反而就是科興的疫苗 因為它只是一個用了很長時間的技術 這個疫苗可以在普通雪櫃溫度 就是四度那裡已經可以放在那裡放很久 那其實那個最適合就是 直接是老人家上門 因為很多老人家其實出來走去醫院 或者走去這個疫苗接種中心 它都有危險的 因為周圍都可能還有很多人有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那你走出來 就是它隨時都沒有打 它已經可以感染到 所以我覺得很可能是醫生上門去老人院那裡 即是私家醫生 他們政府委派他們 他們帶些疫苗 加上他們一些緊急救的設備 走去每一間老人院幫他們注射 而注射最適合就是這個滅活的全病毒疫苗 即是科興的疫苗 反過來就是你要有這麼高冷藏的技術 一定要在醫院或者一些特設的疫苗注射中心 所以兩個同時進行就非常好 老人家他是高危一族 他們就受到保護 同時我們知道醫護人員他們也是高危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過敏的歷史的話 他們注射復星和德國Beyondtech的核酸疫苗 也是最適合的 所以而且他們年輕 就算發燒率有14% 對他們來說影響都不大 但是老人家14%發燒 對他們來說都很大的stress 對身體狀況來說 所以看回頭 可能這兩種疫苗來香港 對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巧妙的巧合 是一個巧合 但這是一個好的巧合 看上去 如果我根據你剛才所說 似乎是否復星和Beyondtech 可能是比較適合在醫院的環境中注射 因為現在 譬如以我們流感疫苗注射的計劃 一些院舍以外的長者 他們一般會在財務會門診 甚至去醫院門診去注射疫苗 是否可能如果院舍以外那批長者 他們就可以用一種方法去醫院或門診去注射疫苗 可以在門診 你明白他們出去 尤其去醫院很多病人地方對他們可能不利 所以私家醫生的病人稍微少一點 雖然仍然在社區裏面可能適合一些 但是他回來醫院也沒有問題 因為醫院裏面什麼疫苗都會有 不會特別是有這隻或者沒有那隻 而且注射技術也是很成熟 大家記得現在很多人說 就是在美國或英國 他有一些醫生護士打了之後 有很少百萬分之幾的 是有過敏反應的 這就是復星Beyond Tech那種疫苗裏面 所謂的多罪月順引起的過敏反應 這些東西也是適合在醫院裏面注射 因為如果你在醫院裏 我們有很多醫生護士急救的人 加上我們有一些臨床免疫學的醫生 可以幫你做皮測試 如果你真的有過敏反應的 曾經不知道是對於什麼過敏反應 我們的臨床免疫學醫生 可以先幫你做皮膚的測試 證明你沒有對這個多罪月順 你也不想把科興的滅活的全病毒疫苗 也是另一個選擇 由於這幾種疫苗都是全新的疫苗 你們的文章也強調 接種的中心必須要有急救設備 以及訓練有數的人員 以及要有及早的統籌 所以就算在院舍裏面接種科興這一種 會不會其實它需要配備的醫療人手 都應該是比一般我們注射流感計劃的時候 那個醫療人手可能要多一點 我想多數都不是很緊要 因為如果他們只是注射那種滅沒全病毒疫苗 其實那個危險性和流感疫苗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都應該醫生帶著一些治療過敏反應的藥物上去 醫生當然會急救 他帶著一個普通的急救那些我們叫amble bag 加上一些注射器打這個腎上腺素 已經可以足夠去應付這個情況 我就覺得就未必需要 那反過來打這個Beyond Tech這隻核酸疫苗 大家真的沒有什麼經驗 變成了而且外國已經說 對這個多罪與醇有這個反應 所以就可能在醫院裏面做這個注射 以及有這些急救的設備多些是穩陣 另外就是講到科興那隻疫苗 因為它現在就說要整合其他地方的數據 才再去公佈 而根據一個新的資料 就是土耳其的衛生部門就說 他們根據7000個接願者參與 暫時根據當中1322人的反應 就說初步顯示疫苗是安全的 沒有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只有一個人有過敏的反應 而他們就說這個疫苗的有效率 是達到91.25% 我想問這個數字其實有幾大參考價值 因為7000人當中 它現在所公佈的是1322人的反應 有幾大參考價值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你知道我們做科學家或醫生 我們都要看了它一些全部的數據出來 即他們的年紀 那個distribution 年紀的分佈等等 它打了之後的反應 它對不同的反應 無論不只是發燒 頭痛很多事情都會有反應 還有他們究竟有幾多人受到感染 是怎樣的方法知道感染呢 只是它有沒有驗過呢 有沒有核酸檢測 證明過它那些病例是真是假呢 加起來我們才可以再定論 不過我們相信一定過50%的保護率 多數都有超過90%的保護率 問題就是科興這個疫苗 因為它只能夠刺激中和抗體 它沒有這個細胞階道 即臨巴細胞階道的保護 於是我們沒有這個保護的時候 即沒有所謂T-cell immunity 多數我們猜 它維持這個保護的時間 即中和抗體的時間應該是短些的 可能有機會是兩三年後 你要再接種一次都未停 這個也是它一個叫做弱點 同時大家要明白它這麼安全 那你兩三年後再打一針 好像流感疫苗 你每年都會打一樣 但它那個副狀 對老人家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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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好 對老人家來說 對老人家來說 你很辛苦 有些成法 燒法率是39-40度 對老人家 本身可能誘發 它本身的血管病 引起心臟 所以我覺得整個來看 我覺得這個疫苗 保護可能未必好 像核酸疫苗那麼好 但是它的膚狀那麼少 適合一些人士 它本身是不太受得 這個刺激的一個stress 另外特區政府也預先採購了 是阿斯利康牛津大學那一隻的疫苗 但你們的文章都說 它本身是不太受得 第三期的臨床研究劑的問題 都要再看看他們重造研究的結果 亦都要小心去監督它的副作用 如此看來似乎 這隻疫苗是否相對地沒有信心 其實特區政府 需不需要加緊去找另一隻的疫苗 甚至可能有機會 阿斯利康這隻未必真的 一定可以在香港很快地去應用 當時我們的專家小組 一早就已經跟政府說 要買四個不同的技術平台的疫苗 還有一個現在 就是希望政府都會在訂 就是一個重組蛋白的疫苗 但是那個重組蛋白的疫苗 據我所了解 剛剛才進入第三期的研究 所以政府就未正式 好像阿斯利康這隻 就是這樣開始跟它有正式合約 但是我相信第四隻都會 將政府都會訂 第三隻疫苗 我再說一次 就是我們要觀察它 不是說我們一定不打這隻 絕對不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第三期臨床的研究裡面 他們搞錯了個劑量 在不少部分的病人裡面 是將劑量減低了一半 在第一針的時候 但是很好笑就是 它減低了這一針之後 打完第二針 那個保護就上了九成 反而它用回正常劑量 兩次打完之後 那個保護就只有70%左右 但是因為你有事情搞錯呢 於是我們做科學家就會很小心 你不再去做一次第三期臨床測試 證明所有的東西是沒有問題 我們就真的沒有信心給你打的 加上你在第三期臨床測試裡面 它已經接受那個疫苗 真的有疫苗 不是那個安慰劑 有兩個人有橫觀性的植水鹽 這個是很嚴重的病發症來的 你可以因為這樣 走不了路 這個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要等它再打多些 看清楚究竟會有這樣的反應 是不是真的特別多些 那你就這樣看你的數據 你已經知道 譬如你核酸疫苗 基本上你打這些核酸 只是會製造出那個所謂的突擊蛋白 就是那個病毒表面的蛋白 其實什麼的免疫反應都沒有 但是你阿斯利康那個 不只是刺激這個突擊蛋白的免疫 它還有一個再看 就是那個腺病毒 就是黑猩猩腺病毒整個病毒的蛋白 所以它刺激你 刺激多於你需要的 當然這個科興的全病毒蛋白 除了突擊蛋白 也有那個病毒 也是那個病毒裡面的蛋白 阿斯利康那個就多了一些東西 就是黑猩猩腺病毒的蛋白 你不需要刺激你 你刺激它 這樣就未必對病人是最好的 明白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應該看久一點 看清楚一點 就不要那麼快地作出 決定 香港電台第一台 自由風 自由風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7231 在5點半新聞之前 我們就跟港大的專家 袁國勇教授 他都比較詳細地去解釋了 他們對於三款 現在特區政府 預先採購了的疫苗的一些比較 而得出的結論 似乎就是 科興那種疫苗對於長者 以及如果在院射接種裡 會比較適宜 至於伏星和Beyond Tech 那種疫苗 由於它要在一個比較低的溫度 極低溫 負70度儲存 去保存它的效力 所以可能是在一個比較好的醫療環境之下 例如醫院 接種可能會比較好 不過其實袁國教授 他們的篇文章也強調一件事 就是整個接種計劃必須迅速、廣泛、公開、自由選擇為目標 所有資訊都需要透明公開 以獲取公眾的信心 同時也要尊重市民的意願 給他們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 以及整個統籌的工作 要預先做好 要調派一些合資格的醫護人手 為市民接種疫苗 所以除了我們買哪種疫苗 或者買到哪種疫苗之外 其實整個接種的流程安排 到底是怎樣 如何顯示政府的執行力 令我們的疫苗注射計劃真的能夠成功 這也是一個相當大的關鍵 不過這也要等待稍遲 確實疫苗有明確的抵港日期 即公港期間 然後才會有特區政府再進一步公佈 我們才知道到底具體安排是怎樣做的 不過針對著現在的疫症情況 其實特區政府也有一些新的措施安排 其中一樣是在昨晚政府才出稿 就是由中國地區以外抵港的人士 他們現在的檢疫期間不僅是14天 而是要在指定的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天 即是比起原本的14天更多了 所以今天看到有一些傳媒找了一些相關的 譬如指定酒店或相關的抵港人士 他們都覺得似乎有一點比較混亂的情況 亦失了一些預算 因為他們本來在指定酒店預訂了14天 但是現在就要隔離多7天 所以亦都令到他們的安排會比較混亂一些 譬如有些酒店說政府公佈之後 亦都有一些客人因為這樣而上不了飛機 亦都要他們的工作人員去安排一些預訂等等 所以他們都覺得如果可以再早一點知道 就會比較好些 另外一個亦都是昨晚所公佈的一個新安排 就是由於不僅是英國 其實在南非亦都出現有病毒的變種 所以現在不讓去過某些地方旅客入境的安排 除了是英國之外 亦都擴展了由南非 他們如果在指定時間之內 曾經逗留過在南非 亦都有一個暫時不讓他們登機來說 就是在過去21天曾經在南非逗留超過2小時的人線 都是禁止登機來港的 這些安排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1.7231 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聊天 1.7231 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聊天 17관前 207. represented 211.105 冇晫